好 今天带大家看一间 Horizon Hill的Gateway三层楼Cluster 这间Cluster里面有游泳池哦 而且这间加80%的家具装修都是新的 屋主还会重新翻新过它的厨房 我们进去看一看 诶 这间单位是永久地气嘛 对 没有错 而且是24小时保温围里 哦 忘记跟大家说它的方向是正北的哦 来 可以拍一下 Esther 这房真的很大耶 对 没有错 它的格局比较不一样 它是T形的地哦 T形的地址就是说 它的楼下可能是一个office 你也可以做出一个会客室 然后它的真正的一楼才是那个客厅 哦 这样要200万吗 不需要 只要150万 来 我们进来看一下 首先呢 屋主他把这间单位的底楼就是我们讲的basement 做成office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一个宁静的东西 激发你的创意 楼下这个地方你看它屋主全部做到美美而且亮亮的 你看那个沙发 Aston 你做一下还是我做一下 我跳一下 我觉得你肤色有变亮了 有哦 它的沙发很solid啊 OK OK好 OK啊 OK 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地方你刚好是要用在工作上面的话 它已经做好给你了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看二楼 二楼的话就会上到我们的客厅 所以我们等一下见 OK 在上来一楼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楼梯了哦 Aston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个楼梯它大概会有一个无扯的宽度 所以如果我们上下加湿的时候啊 就会比较方便了 也没有这么容易抹到墙壁那些 所以我们来到一楼呢 我们会看到首先这里有一个 的饭座 这个饭座是没有包在里面的 因为屋主自己定做的 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楼梯 就想我们可以放下一个差不多八个人做的 圆形饭座 Aston 你帮我照一下外面 哇有游泳池耶 很chill很chill OK游泳池饭庭 接下来到我们的客厅啦 客厅的话可以放下一个L-shaped的大沙发 然后呢 我的家真的是白色蓝色很sky的感觉哦 对 屋主很贴心啊 你看楼空的 这是楼空的TV concert 所以如果呢 你是没有什么常在打扫人啦 我们有一个扫地机器人的话 这边打扫会非常方便 这个感情是没有包的哈 不过你可以 你的小孩子如果有摊感情的话 可以放在这边 接下来我们来看厨房 在看厨房之前 我们先造一下这个长辈房好不好 这个长辈房呢 是屋主是拿来放一个沙发啦 所以可以做一个小休息的地方 如果你是要放一个单人窗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厨房呢 刚才我们有说到屋主已经有 叫人重新要Planning 要重新装修过这个厨房 他的tabletop 十多千哦 所以他的钱已经给了 只是等坐吧 所以到时候呢 你会得到一个类似 母鸡风的厨房风格哦 来我们来造一下他的楼下的一个厨房 好的 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私厨房 这个私厨房的空间 我觉得非常的足够啦 因为现在毕竟很多人都比较少下厨 然后这个空间呢 是足够让两个人三个人 媳妇 妈妈 哥哥 三个人是够用的这个空间啊 最后啊 最后啊 这一层楼的重点来了 这个buffla有包啊 OK Ester帮我照这个 哇 很大耶 很大啊 你跳下去看看 下雨不然我就下去了 真的是下雨不然我就下去了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很chill啊 我淋一下雨啊 给你们感觉啊 嗯 这个地方呢就是 如果 我们假设啦 今天中秋节啦 我们在那边摆 BBQ 大家坐在那边 小朋友坐在那边 在那边喝茶聊天烤肉 是不是很chill嘞 有哦 这边一个楼梯是可以link 我们刚才从basement 通上来的 OK 我们照一下给大家看看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上二楼吧 来到我们二楼的空间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呢 这边有一个 中规中矩的一个小厅 所以这间家总共会有三个厅 底楼有一个厅 一楼有一个厅 跟二楼有一个厅 所以这边屋主有做一些摆设 这个东西呢 其实可以放很好 放我们的文件夹那一些哦 所以除了 我觉得是小朋友的 功课的东西啦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小朋友的房间 OK 小朋友的房间也是中规中矩啦 Cream Size 然后放一个衣橱都没问题 而且整间家的 我看到它的状态真的很好咧 对 顾主是很照顾一下 很伤心的味道 对 来我们接下来 这边呢 会另一个厕所啊 会另一个房间 先帮我照一下 OK Waterheater全部都有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这个 应该是哥哥的房间 刚才那个是蓝色的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你照一下啊 它是Pink Color的 所以哥哥的房间会比较大 正常嘛 对嘛 是耶 女儿的房间一定要大 儿子随便就可以了 而且你跟他有这个 全上到顶的这个衣橱耶 对 女儿的房间要大一点 偏心 我们更偏心 主人房更大 来我们来看主人房 OK 所以主人房呢 我们照一下 主人房呢 我们可以 放下一个King Style的床 然后这边呢 屋主它做成也是类似一个 Desk啦 做Working Place 那里做公用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放女主人的化妆的东西啦 或者是 呃我们做一个衣橱 可能放它的 一些包包啊 首饰的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也做了一个 Wardrop 所以这个Wardrop呢 白色系列 如果你觉得 呃 不喜欢的话 我其实这个可以换咯 啊 换我觉得一些木色系的 会比较好看 深色系的啦 然后 厨房 厨房 厕所 厕所 厕所的话呢 我们这边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 隔绝的一个Scream啦 对 这样子的话 干湿分离 对 然后我们上厕所 也比较Privacy嘛 对嘛 等下老公跑进来叻 对不对 OK 我们做一个总结 OK 这间单位呢 是在HorigenU浩然山专的Gateway 3厘三层楼的填制物啊 这间单位总共是38乘70的土地面积 四帆山侧方向是正北 它是以全装修的方式出售的 还有刚才我们有提到厨房的方面 屋主已经有给了钱 到时候会做一个母鸡风的厨房装修 so 有兴趣的话请联络我 我们下期见